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被问到如果老公偷吃怎么办 身旁好友接话 以你的个性 应该会把它切成好几块 快递送到世界各地吧 范伟奇边念头边说 你非常了解我 可见这件事对他也是冲击 暂时可能无法回应媒体 有律师分析 根据刑法规定 妨害性自主罪为公诉罪 追诉期30年 大雅控诉的时间点2012年至今约过了11年 还在追诉期内 而按照大雅所爆料的内容 陈建州不仅涉及性骚扰 还有侵入住宅以及强制性交位遂罪 按照相关法律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事情爆发之后 昔日黑色会成员丫头 永兔 贝彤彤等人纷纷力挺大雅 心疼他经历了这些事 并佩服他说出来的勇气 其中贝彤彤更是直言 这件事他多年前就知道了 身为好姐妹非常心疼大雅 要背着这个伤痛十几年 直言希望多年后当事人能够正视自己的行为 从错误中反省改正 而陈建州似乎也不是第一次这样 六月中旬台湾接连爆发骚扰风波 当时大雅受到同事黑色会成员Apple的私聊惯行 结果被点燃怒火 发文炮轰有些人不背后捅刀子就不错了 而Apple也没有避讳 直接留言给大雅 表示他的臭脾气还是美感 更写下你不也知道我发生的事情吗 我们能做什么 疑似暗指他跟大雅一样经历过一些事 如今大雅说出来陈建州骚扰 Apple这段话也受到了关注 然而显然 陈建州并不打算认下来 他在大雅发文后第一时间就发了声明 否认了一切指控 从2012年录制节目期间 决无发生任何独处之事 表示大雅的指控毫无根据 全属虚伪不实 自己将采取法律手段维权 陈建州这份声明也直接翻车 评论区都是一片指责 直言他是吃定女方没证据 还有网友怒斥他对得起犯犯吗 众所周知 性骚扰这件事很难取证维权 原因就是有些人的骚扰猝不及防 当事人很多都是害怕和恐惧 只想脱离不安处境 哪里会想着要记录什么 而大雅也在长文中指出 自己在提出朋友很快要来找自己之后 陈建州才作罢离开房间 之后又返回来要求他几点化妆油 坦言怕碰到其他人 到时能拿借东西为理由 城府之身做好了一切后路准备 令他细思极恐 所以有些骚扰犯可能不是出犯 就是惯犯 无论什么情况他们似乎都想好了策略 要知道当时大雅还是陈建州公司的一人 黑人是他的老板 面对这种情况他时候也只能忍气吞声 只有离开公司多年之后 才敢说出来 而如果不是台语圈掀起的风暴 或许他也没有勇气揭发 台媒报大S二分钟激情视频 被陈建州背后爆扑倒 皇子脚放妻子狠话 大S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甘汪小飞离婚后霸占着两个孩子 不允许汪小飞和张兰看望 最可气的是他已经找到接盘侠剧剧业 仍让汪小飞支付水电房费等 养着他根据光头 这种耻辱哪个男人能承受得住 多行不易避自闭 大S被黄子脚爆出吸毒的问题后 他身边的人也跟着倒霉 其中就有前任陈建州 陈建州在6月27日时 被公司前同事大阿指认侵犯过自己 老婆范伟奇更是选择消失 至今没有出来回应此事 暂且不知陈建州在这个时间节点爆出丑闻 是不是有人故意打压大S身边的人 反正台媒却在6月28日 爆出了一段大S长达两分钟的激情视频 是与陈建州和小S有关 因为视频太过激情 刺激 不方便直接曝光到网络上 但台媒早已看过了里面的所有内容 只能用文字的形式来概括 台媒说得很简单 在视频中大S被陈建州从背后爆住 并被扑倒了 小S也在一旁享受地看着这一幕 大S已经有家庭了 与前任的激情视频却被爆出来 前途可想而知已经废了 不知道聚俊业是否会提出离婚 大S跟猫小飞还没有离婚的时候 就与聚俊业的关系不清不楚 两人的人品肯定不咋大 当时聚俊业能忍 无非是想感动大S 想要将其聚为己有 现在两人结婚了 大S的丑闻又被重提 聚俊业的身份变了 感受自然也不同 大S从当初的女神形象 到现在人人喊打的地步 汪小飞只撬动了她的一只脚 最主要的还是拜黄子脚所赐 黄子脚从爆出大小S吸毒 承认自己也有侵犯过别人后 她就因为自残剪辑入院 之后整个人就消失了 差不多已经消失一周左右的她 调整好状态后 又放了七个字的狠话 那就是谢谢 让你失望了 与其说这是她对有人放的狠话 不如说这是她对那些看不起她的人 说的一句狠话了 因为在她把大小S推向风口浪尖后 很多粉丝依旧选择站在大小S姐妹这边 一度拿着黄子脚性筋的事来打压她 企图把她压得喘不过起来 主动站出来向广大网友道歉 可她偏不是个软柿子 就不管着网友这些毛病 这才说了句让你失望了的狠话 通过这简单的七个字 也能看出来黄子脚想要揭穿 某些人真面目的决心 大S的日子其实一点都不好过 饱受网友的猜忌 还要防止越来越多人抱她丑闻 更要维系好与聚俊夜的婚姻 稍不注意就会鸡飞蛋打 作为前任的汪小飞 看到大S的处境后 也开始落井下石 在直播间宣布7月份再飞一次台湾 争取把儿女接到北京来 本身大S就自顾不暇了 孩子再离开她的话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所以希望她还是赶紧出来自郑清白 不要连累了身边其他的家人 朋友 以及两个孩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仅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大家说对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